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些時間會打給我這麼有趣 這些我聽到的電話總是聽眾 Hello 馬小姐 是的 怎麼樣 馬小姐你怎麼認識我 你是否看我的節目 你經常看 那你 你喜歡我講話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是在做現場做節目的嗎 那你還打電話給我 還有 你不是按錯 你是打電話給我問 OK 閉嘴都閉嘴 真是屌你怎麼這麼天真 那有些人最好笑的是 我不要說玩 說完一大輪就會說 好像聽過節目 那我問你怎麼稱呼 姓郭的 那我再給一次機會 那你怎麼稱呼 姓郭的 你經常聽過節目說 是啊 我閘閘都聽了 閘閘都聽了 那你怎麼稱呼 我姓郭的 你是不是很閉嘴 你又沒有吹到這麼大了 Come on 其實雖然大家 好像朋友一樣 我們每天都在見面 但是 也不需要有一種 好像很熟悉的態度 跟我聊天 有些人一打電話給我 就會說 喂 屌你老母 我就是好 喜歡聽你說髒話 屌你老母 於是他會加強我爛口 他又不知道 其實他平時講電話 雖然我平時都會說髒話 但是你是不會無緣無故 神早流流到街 見到一個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不斷說屌你老母 就是不需要的 是自然的 大家在家裡 馬小姐就說 問我們有沒有MN2H 我們搞 其實馬小姐 你是應該WhatsApp我 然後我的同事會聯絡你 就不需要打給我 就更加沒有理由在這個 我喜歡聽你們說話 每天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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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6點多打給我 當然我很明白他們 多數是看重溫 對 OK